你千万不要跟那些比你认知低的人去较劲 你说东他一定说西 你不管怎么说他都有反对的理由 说你要想花时间去说服他 你就上了他的当了 不要正面的冲突 可能很多人看过那个电视剧天道 男主角呢去吃早餐 吃完了呢其实他已经付了钱了 但是呢店老板就说 哎你怎么吃完就走没给钱呢 他二话不说又给了他一次钱 其实旁边有人看着呢 人家已经付过钱 他为什么这样呢 这叫居高临下的包容 对一个层次高的人说 首先这点钱不算什么 第二呢为这事生气不值当 第三呢人家一个小贩挣钱不容易 所以说他要给他也就罢了 这就是成功人士的心态 我没见过一个成功的老板是杠头 他越成功心胸越开阔 而那些杠头呢我们往往就说是钻牛角尖的 他钻进去就出不来了 不要想着去救这人 他既然睡着了你让他睡吧 你叫醒他干嘛呀 你把他吵醒了他不开心 敬而远之 敢于承认错误的人都是有自信的人 死活不认错的人都是自卑的人 叫loser 我爱你